我先問一個問題 我們能否有堅定的信心 既然我們自己經歷過神的工作 我們看到神的應許 我們看到別人的經歷 可否有堅定的信心 有些人回應說 環境不太好、困難的時候 以往是想到神的真實 不過又不是很具體 所以不能夠很具體的事實 這麼堅定相信 但也有人說 現在情況改善 肯定對神的信心加強了 我想說這個信心 首先是需要我們去建立的 但建立了之後 如何保持呢? 有另一件事 我想說建立 首先是我們深信神的話 不是只說 我們知道深信神是真的 神的說話是真的 其實這是我們信心的基礎 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聖經的應許 我們深信神是真的 於是他說我們深信 而第二件事就是經歷神 因為其實 聖經裡面也有說到 神即其事是正實所存的道 讓我們知道神的說話是有根據的 神真的按照祂所應許去做 所以當我們經歷到神 我經常會回想 而且其實我 在人生中都有不同的困難的狀態 我曾經試過 在以前經歷到聖靈的時候 我離開香港 其實當時我不想離開香港 但需要離開香港 而未找到侍奉 但又要有經濟壓力的時候 那我每天做什麼呢 我就說 神一定會幫我 神一定會幫我 我記得很多次都說 到明年今 這個時候 可能我會有個答案 即是有什麼出路 這些出路會不會走得通呢 但是 在我心裡 是有不舒服的感覺 但我堅定說 神一定會幫我 即是 我的信心就是神幫我 但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情緒上 就是有不舒服 因為那時候還未曾有幫助 但我堅定 那這一種的 即是在我來說 我是時時都這麼堅定 相信神會 即是在我頭腦上 我是相信的 我的心靈是相信的 但是那個情緒那裡 就會有一種困難的感覺 但我會怎樣呢 我就會 譬如說 有時候覺得壓力 神正在幫助我 神正在祝福我 我真的相信了 所以這個信 這個部分 我是不搖動的 即是我經常都說 神幫助我 我甚至想過 將來一日受迫伯 我都想過會怎樣 就算一日受迫伯 被打 被折磨 我想過很差的 就是 他被一些藥吃了 你的人 好像 那些情緒 那些思想 失控 那樣 我都說 神 我能夠做到 就是當我仍然有意識 我才能夠處理到 當我仍然有的那些意識 譬如很模糊 很模糊 很辛苦 我整天很辛苦 但我仍然有意識 我是我 有意識 就是我是我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就會說 神幫助我的 不要緊 就算我現在受苦 不要緊 神是會祝福我的 我會告訴自己 總之我仍然有的那麽多的意識 我依然會堅定相信神的愛 還有 在這個時候 神也會給我額外的幫助 但有些情況 真的意識 是可以很弱很弱 因為如果用藥物 我想到現在 那些人 最懂得用的是藥物 因為藥物那種影響 有時比打更重要 即是純粹去打 就痛 但他將藥物 弄到你的人 他的思想像是亂了籠 的時候 洗腦那些 是很困難的 但我也想起了 這件事 如何在受迫白的時候 我依然堅定相信神的愛 我現在每天都是這樣去做 我由起床便可以這樣 我整天都是這樣 我整天都是這樣 我整天都是說 神主要幫助我 神在祝福我 神提升我的 神可以使用我做更多的事 祝福更多人 我經常都這樣 是很堅定相信 我不是說出來令我相信 我是真的相信 不過我相信而是說出來 一部分是我想到神所有的作為 神所有做過的事 神創造的萬物 神所有的作為 就算啟示錄說到這麼大的災難 都說到神是怎樣保守的人 所以我堅定相信 神是永遠愛我的 神永遠是喜歡我的 不單是喜悅 總之你聽神的話 你信靠神 神就喜悅你 這也是我們需要加強的信心 不斷說 神真的在喜悅我 不是我夠好 我信靠祂 我捉住祂的恩典 祂就喜悅我 我心裡時時都有這種信念 總之我一路走路 洗碗、坐車、做什麼都好 講信息 有時看到人的反應 不太好 我都一直相信 神是在愛我們的 神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的 去幫助我們 幫助人 我不斷讓這些正面思想 停留在我裡面 我希望大家都 時時有這種堅定的信心 即是從萬物 從神的作為 從耶穌的救贖 從聖經的應許 我們親近神 可以經歷到神的五件事 都是告訴我們 神在祝福我們 神在祝福我們 就堅定 神在祝福我 我就不需要移動了 有些情況 我心急 又覺得偽悶 感覺上是有不好的 但我都堅定 神在幫助我 我不用那麼緊張 放鬆一點 神在幫助我 我便會釋放出來 希望大家都 持定 分分鐘都堅定的信心 分分鐘都說 神現在看著我 神現在很喜悅我 大家可否這樣說 神現在看著我 神現在很喜悅我 祂很歡喜我 祂很歡喜我 很歡喜我 很欣賞我 我有親近祂 信教祂 祂就很欣賞我 祂又不斷幫助我 祂又不斷幫助我 祂經常跟神說 神啊 我想討祢的喜悅 我想做任何事 都是令你歡喜的 我想做任何事 都是令你開心的 我想做任何事 我先問一下 其實都是有做的 你們有做是非常好的 有堅持 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這個信念 和感覺 有時是不同的 感覺 就是被人罵完 傷害完 那個感覺是不好的 就是受傷害 但是思想可以說 雖然祂辱我 但是祂傷不了我 祂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神是在祝福我的 神在幫我 神在扶持我的 就是說受完傷害 都一直宣告 神在幫我 神現在看著我 神會扶持我的 有這個信念 那個情緒就會慢慢起來 但是祂不會立刻起來 因為人的 我們聚性的狀態 如果不在聚性狀態 我們將來去到天堂 就不是了 就是根本的情緒 就不會任何 就是沒有那麼低落 但是 如果現在有低落的時候 有時有些人可以站到 立刻站起來 但不是個個都去到這個位 不要緊 但是你的信念去到這個位 就是說 信念快一點 我相信神在愛我 相信神在祝福我 這個部分可以快一點去到 那個情緒慢慢上 也都可以有些方法 譬如幫自己 就是 其中一個方法很有效 就是如果有一個正面的基督徒 一起 或者是講電話 或者是面對面 一起聊天 一起祈禱 那就很好的 即是立刻覺得好 覺得很開心 因為有一個人去扶持我們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個人在這裡 是很不同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用詩歌去讚美神 或者在那裡笑 哈哈哈哈 神在愛我的 雖然有困難 神在愛我的 這個都會慢慢提升 那種受傷害的感覺 所以我們分清信念可以堅持 情緒可能有時低落一些 但是我們堅持信念的時候 這個情緒可以慢慢起起 有些人可以起得快 有些人可以起得慢 但最重要就是說 有情緒 不要因為這樣而遙動了信念 有很多人就會遙動 神不是幫我 神也幫不了我 都是那些人厲害 這個就是遙動了信念 這個信念永遠不改變 其實那些人攻擊人 傷害人 刻意傷害人 其實他的情況比我們更加慘 雖然他好像暫時有一個優勢 但其實他們比我們更慘 我們堅定相信 在這個情況 堅定相信神看中我 我是很寶貝 沒有人能夠把這個拿走 就是把這個信念和這個感覺 分清兩種東西 因為有些人就是這樣 如果那個感覺不好 立刻信念就遙動了 神都不幫我 我都不得意志 那你就懷疑神了 這個部分就會令到很多人 信念遙動了 你就沒得打了 就是信念遙動了 就沒得打了 你就等到睡醒覺不斷 就是順日時間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根本沒有打 他怎麼樣呢 他不開心 睡吧 吃東西吧 睡醒覺吧 明天看好一點 就是靠那個自然的時間 神都給我們這個能力 但最好就是你堅持那個信念 神在愛我的 就算被人罵完 神在愛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我是可以放下重擔的 我生命很寶貴的 堅持那個信念 大家記得回家 什麼時候都是 整天 最好整天都是 耶穌愛我 耶穌祝福我 耶穌一定幫我的 尤其是人說的話 不能夠傷害到我的 這個信念堅定 就算感覺不好的時候 都可以站得住 最好 See You 是你 唱歌翌的 不知 旁邊